我原本要參選的第四次所謂的立法委員的選舉 那我覺得我更有義務也更有責任 我覺得我們屏東的這下兩席的立委 一定要全部要當選 那我有責任我也責務旁貸的 我要來所謂的服選他們兩席 讓屏東縣的這兩個席次能夠順利的當選 那當然我要去爭取不分區的委員的席次 我也希望能替我們屏東縣做得更多 那未來更希望的是能確保我們屏東縣 我們民進黨的執政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今天我選擇退出了我們所謂的這個區議員的初選 我還是重申一點團結就由我開始 希望我們繼續努力 屏東一定要創造這兩席一定要順利的當選 那我一定會全力複選 這個一場君子之爭 我們同學之間可以展現最佳的典範 那今天呢屏委員選擇退出初選目的就要尋求團結 團結是我們民進黨目前唯一的目標 那贏得大選是明天 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 那所以呢我這邊要拜託 阿中書委員同學 平北地區真的他很強 他的基層 我想這個我還要多多跟他請益 也跟屏委員承諾 平東 林陸 原來這區我們一定跟平北來鄉頂 共同打招 一定保證 明年代算 民陸一定成功 絕對不會讓平東線這兩席落空 一定來啦 所以未來我們努力的是 1加1加1要大於3 好啦 我們要大獲全勝 這樣啦 ok 謝謝 謝謝